如果美丽是一种罪 那么请盼这个女人无期徒刑 她的美可以涉人心魂 公园里稍微坐一下 就会有男人前来搭讪 餐厅吃饭 因为太美经常被迷妹索要签名 楼下一年没生意的花店 因为秀妍的到来而生意火爆 仅仅几天的功夫 花店的鲜花就被一扫而空 为了留住这个财神爷 老板直接给她续租了一年房费 她的美 就连闺蜜的男友才看了一眼 就要躲在厕所外面表白 对于这样的男人 秀妍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 但这个男人并没有直男而退 而是每时每刻的给她发骚扰短信 很快就被闺蜜发现了 但闺蜜并没有责怪男友 而是怒气冲冲的找秀妍理论 还说她是狐狸精 勾引其他男人还不够 就连闺蜜的男友都不放过 秀妍见相处十年的闺蜜诬陷自己 当场就与闺蜜绝了交 但美丽的烦恼不止这些 很快一个叫阿伟的男人来到楼下 她没有经过秀妍同意 趁机闯进了秀妍家里 还扬言太爱秀妍了 想要和秀妍交往 对于这个无耻的男人 秀妍果断拒绝了她 正打算报警抓人时 不料阿伟表白不成 恼羞成怒之下 直接对秀妍动了粗 阿伟动手之后 还不忘拍照留念 临走之时还假惺惺给秀妍道歉 可是阿伟给的伤害太大 秀妍清洗身体后 就只能躲在欲视无助的哭泣 欺负秀妍后的阿伟 很快来到警局自首 隔天 警员阿诚来到秀妍家中 拍照取证后 并让秀妍到警局做笔录 阿伟被押上来之时 他却后悔自首了 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只因秀妍太美让他犯了罪 一旁的阿诚听不下去 直接暴揍了阿伟一顿 阿伟被带下去后 警长却对秀妍说 出来后的秀妍崩溃了 走到大街上时 男人们猥琐的目光 让他感到非常的后怕 一时间直接贪婪倒地 看见美女倒地不起 猥琐男们纷纷抢着扶他回家 好在阿诚跟在了后面 及时赶来制止了猥琐男的摸索 不过送秀妍回去的路上 看着那一道令人魂牵梦绕的身影 阿诚也沦陷了 这个女人想把自己变丑 因为美貌对于她说是一种折磨 她遭受了太多的非议 为了摆脱过去的痛苦 秀妍买了两大包垃圾食品 想通过吃胖来改变自己 于是她每天不是吃就是喝 目的就是把自己胃胖变丑 街头也不忘吃东西来增重 当听见路人嫌弃她吃相难看时 秀妍脸色露出了微笑 不过她的一举一动 都被暗中的阿诚观察着 因为阿诚已经爱上了她 为了能多看秀妍一眼 她将阿伟的手机偷来 把里面秀妍的照片洗出来后 每天夜晚都对着秀妍发呆 有时候一看就是一整晚 秀妍回到家后更加的疯狂 吃东西时间越来越不规律 一天有时候都要吃上十几餐 久而久之的暴饮暴食 让她突然得了肠胃炎 终于这天胃病发作 直接倒在了厕所里面 好在阿诚发现及时送往了医院 经过一星期的治疗 秀妍终于醒了过来 但这家医院的男医生 看见秀妍美貌后 打着医生的名义 故意对她动手动脚 秀妍知道如果不变丑 自己永远是他们眼中的猎物 在没有完全治好之前 她就偷偷提前出了院 回到家中急忙称体重 没想到居然瘦回去了 既然变胖是不可能了 那么就让自己变得皮包骨头吧 很快她就开始少吃食物 还每天高强度的运动 但她的胃病还没有痊愈 很快再次痛倒在地 但为了瘦下去 她还是继续出门跑步 不过这一次却晕倒在了街头 阿诚不忍女神继续沉沦 亲自带着食物喂她吃 但秀妍刚刚吃上几口 便立刻吐了出来 经过几天的绝世改造 秀妍变得落魄不堪 走到街头上 路人都嫌弃与她擦肩 此时的秀妍脸色终于露出了微笑 可由于她变得十分狼狈 所有人都开始避开她 这让秀妍有了巨大落差感 为了找回以前万人迷的风光 她开始注重起了打扮 女人由于穿得太性感 结果被路人当成了卖艺的 再次见到有男人搭讪自己 女人感觉以前的她回来了 还和男人进入了公共厕所 当男人看清她的容貌时 发现这个女人竟然是秀妍 男人果断选择离开 因为太脏的女人她不要 听到有人说她脏 秀妍直接给男人一罐头 男人本想教训教训秀妍 没想到阿诚赶了过来 教训男人一番后 便带着秀妍离开 但秀妍并没有感激阿诚 反倒是出言重伤阿诚 但阿诚知道她是被伤得太深 所以才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 自从这一天后 秀妍每天都浓妆艳抹出门 但男人们看向她的神情 总是让她感觉是阿伟 从这天开始 秀妍整天都疑神疑鬼 时时刻刻认为阿伟在跟踪她 只要是有男人的地方 她都能幻想出是阿伟 好在阿诚随时都跟踪她 每次快出事都是阿诚帮忙 阿诚不想看秀妍这样下去了 于是请求帮她做点什么 秀妍却说我必须杀了阿伟 阿诚将秀妍送回家后 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因为阿伟还在大牢里 杀她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为了秀妍的心愿 她夜晚潜入秀妍家中 将自己的配枪绑在秀妍手中 做完准备工作后 阿诚大声唤醒秀妍 秀妍受到惊吓 以为是阿伟来了 情急之下开枪杀阿诚 而阿诚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消除秀妍心中的恐惧 因为秀妍已经分不清现实与虚幻 无论死的人是谁 她都会相信那个人就是阿伟 这是韩国剧情片美丽 看完如梗在喉 电影情节也比较极端 但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虽然美女有时会面临烦恼和困扰 但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